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 我们已经学到了数据库的一些相关操作 可以来创建数据库 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下 已有哪些数据库 也可以得到某个指定数据库的一个定义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发现编码方式不对的时候 来修改指定数据库的编码方式 也能打开指定的数据库来进行管理 最后这个数据库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来删除这个数据库 那数据库有了 我们的数据是不是直接就扔到数据库里呢 错 我们的数据是保存在哪 是保存在我们数据库中的数据表中 那接着这节课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数据表的相关操作 那首先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数据库就好比这个Excel表 这个Excel 这个工作簿 那接着呢 你看到Excel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好多的sheet 这一个sheet呢 就相当于一个数据库 这个Excel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管理软件 那在这个Excel中 我们就可以在第一个 讲说sheet1中 这相当于这个数据库中 我们就可以来创建我们的数据表 那数据表呢 也是我们数据库的最基本的组成形式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对象 那首先我们就了解一下什么是数据表 来看一下 那数据表在这里已经给大家写了 是数据库中最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 当然呢 我们数据库中不只可以有数据表 但是呢 它是其他对象的一个基础 那数据表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一个数据结构 数据表中包含了我们特定实体类型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的数据表呢 是由我们的行和列构成的一个二维网络 但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的表中一定是先有表结构 再有数据 也可以没有数据 那没有数据的时候呢 就称之为空表 但是我们的表呢 一定要有列 或者说一定要有表结构 至少要有一列 这才能叫做一个表 还有就是在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表名称要求唯一 而且不要包含特殊字符 那我们就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假如说我们这个Math学院 学习PRP或者学习MySQL这门课程的学员为例 我想统计一下学员信息 那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中 我就可以来建一个表了 假如说在这 来创建一个 合并一下 创建一个学员表 假如说我们叫做user表 或者student表 user也行 那首先呢 假如说来了一个人之后 我需要来记录一个编号 他是第一个来的 接着呢 还要统计一下什么呢 姓名 学员的姓名 学员的年龄 电话 或者年龄 性别 电话 邮箱 地址 邮箱 薪水 是否结婚 我要统计这些信息 那现在你看到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表结构 或者叫做例 必须我们的数据表中 一定要先有这个表结构 才能有数据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人报名 那就是一个空表 但是肯定不可能 那假如说我们报名的时候呢 来了一个人 编号为1 姓名呢 假如叫King 年龄呢 12 性别 男 电话 假如说写成一个13800138000 但这个电话号 是一个充值号 地址 假如说写成一个北京 邮箱 写成一个382771946 atqq.com qq邮箱 薪水呢 假如说写成一个12345.678 那是否结婚呢 结果是不是就两个呀 一个是结婚 一个是未婚 那现在假如说我写成结婚 已婚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当再来一个人呢 你就可以在这玩 来写 依此的atv就可以 那首先呢 你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表就有了 表中你就可以来存放这些数据 没问题 但是我们如何来创建一个数据表呢 那接着来看一下 创建数据表的一个语法规则 它是通过 Create Table 如果不存在的话 这个表名 接着在这个表中呢 我们一定要先有什么呀 对 表结构 表结构有什么组成呢 字段名称 接着呢 需要给一个字段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在这呢 字段名称比较简单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假如说编号 你起一个名称 拿id 姓名 起个名称 叫username 等等 但是我们还需要给一个字段 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买seco中有哪些数据类型 就跟我们peerp中已有的差不多 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 先拿这个表为例 excel表为例 来看一下 首先编号 来一个人是一 再来一个人二 那编号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整数啊 对吗 那我们可以用整数来保存 那姓名呢 那不用说肯定是字幅创 就拿我们已学过的内容来写 年龄呢 肯定也是整数 而且都是正整数 那性别呢 肯定也是 可以用字幅创来表示 电话呢 你可以选用字幅创 也可以选用整数 地址 不用说肯定也是字幅创 邮箱 字幅创 薪水 你看到有可能我们的薪水带小数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使用福点数 那是否结婚 答案要么是结婚 要么是未婚 有点像我们peerp 数据中的什么呀 对 布尔类型 所以说你可以先写到这 一会儿呢 学完数据类型就明白了 假如说你写成个布尔类型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这个有了之后 我们要来知道一下 MySQL中的支持的数据类型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的重点内容 在MySQL中 你看到我们给大家写了这么多 一共五类数据类型 但常用的前四类 一二三四 其实呢可以分为三类 数值型 字幅串 日期时间型 接着呢 还有二进制类型 那二进制类型呢 我们用的比较少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给大家说了 那重点就是我们前四种 那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整数类型中 最小的整数 你看到我在这儿 给大家画了一个表 数据类型 最小的整数 TinyNT 那其实呢 我们在学PRP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表示整形的呀 是不是NT代表我们的整形 对 那在这儿呢 比INT小的最小的整数 是TinyNT 那每个整数呢 都有自己的存储范围 同样的 我们的他 MySQL中的数据类型 也不例外 那TinyNT 有符号的存储范围 是-的128到127 那5符号的是 0到255 那5符号就是从0开始 那存储范围 应该是翻了一倍 它占用的字节大小呢 是一个字节大小 那依此类推 比TinyNT大的 SmallNT MaytermNT INT 比INT再大的 背感NT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还看到有一个 MySQL中 其实没有布尔类型 你要想使用布尔类型的 我们可以通过 TinyNT 括号1 0认为是处 其余的 0认为是false 那其余的都代表处 它占用的大小呢 也是1 那这一块呢 等一会儿 等我们讲到这个 括号的时候 你就明白 TinyNT 括号1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那接着再往下 它的这个 存储范围越大 占用的字节大小也越大 那范围这一块 可能这个数字这么长 让大家记 是不是特别困难呀 对 不用记 怎么办呢 还记得我们第一节课就说过 可以查看帮助手册吧 对 那在这呢 教会大家如何来查看 我们的帮助手册 这个呢 不用死经萎背 记不住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查手册 好 接着呢 我先来 开启一下日志 第二个 接着查日志呢 你可以 查看帮助手册呢 可以通过三种形式 第一种 可以通过help 假如说你忘了 TinyNT的存储范围 你看 help TinyNT 名字 描述 接着呢 还有它的 这个解释 详细信息 这是它的语法规则 对吧 那接着再往下 假如说你忘了 创建数据库的 你可以写help create database 同样的 也可以查看到 我们创建数据库的一个 手册 虽说纯英文的 但也比较好理解 讲它的语法呀 包括它的解释啊 这样一些详细信息 那第二种形式呢 还可以通过问号 假如说你想看一下 anti的存储范围 问号 anti 同样的 也可以 或者第三种形式 通过反弃杠 h anti 你看到 效果是一样的 都可以看到 代符号的 无符号的 0到42E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这些内容呢 你不用死精英背 记不住的时候 你可以来查手册 但大体的一个范围 你是需要记住的 像说 谁是最小的 一般常用的像 tinyint 对吧 像我们的int 背感int 这样的形式 大致范围 你需要知道 可能这个存储范围 你记不住 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 整数类型 那等我以后 我们建完表之后 再带着大家 来测试这些 相应的数据类型 好 接着再往下看 假如说我们要存储 薪水 那就可能用到 我们的浮点类型了 那浮点类型中 主要给大家介绍 第三种 第一个 float 我们的peerp中也有 对吧 那接着看到 括号m和d m呢代表的是 总位数 d代表的是 小数点后几位 同样的 它的存储范围呢 在这也给大家写了 那浮点数呢 它会根据平台的不同 它的精度也不同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它占用的大小是 四字节 单精度浮点 那接着再往下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 同样的 它占用的大小是 八字节 最后还有一个 dc 那dc 是我们的定点数 它和我们的 double一样 但是呢 它的内部是以 字符串形式 来存储我们的数值的 也就是它的精度 会很高 不会进行 四手五入 但是呢 它占用的大小呢 和我们的总 长度 加二 占用这么大一个字节 这一点 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第三个类型 就是我们的 字符串 类型 那字符串 类型呢 不会使用像我们 PLP中的 String类型 这里面呢 看一下 一共有这么多 之后呢 我也会带着 大家来测试 首先 char 我们的定长 字符串 括号中的m 代表的是 存储的字符数 那占用的大小呢 也是m个字节 它最多能存储 0到255个字符 定长字符串 之后呢 也会讲到 定长和变长的区别 那第二个 Vchar Vchar的m 同样的也是 存储的字符数 那Vchar呢 是我们的 变长字符串 它的 占用大小 是长度 加一个字节 它可以存储 多少个字符呢 0到6535个字符 那再往下 还有存储 文本相关的 像text 用来存储 大量的文本字符 chart 那最小的 还有tinytext 包括text madumtext longtext 这样的形式 那占用的字节大小 包括存储的字符数 在这也给大家写了 接着还有一个 enumber enumber呢 也属于我们的一个 字符串 类型 它属于我们的 每举类型 你看到 我们当我们的这些值 可以列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用enumber类型 但是呢 它最多列举6535个值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保存学员的性别的时候 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要么是保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用 每举类型 可以列举出来的值 但是呢 每举类型呢 也只能从我们列出来的这些值中 选一个 记住 只能选一个 那它占用的大小呢 是一或两个字节 取决于我们每举值的一个个数 那再往下 还有一个set set通过名字也能想到 这是一个集合 那集合中也是来保存我们的值的 把你想要写的值 列到我们的集合里 那集合呢 最多可以保存多少个值呢 可以保存64个 但集合和我们每举的区别就是 集合可以选择多个值 这个呢 我们也会带着大家 来做一下测试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最后是我们的日期时间类型 那日期时间类型 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存储时间的 time 存储范围 包括存储需求 所占的大小 存储日期的 date 存储日期时间的 date time 存储我们的时间戳的 包括存储年份的 其实这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year year是来存储指定的年份 这样的大小呢 也是一次节 那其他的注意 和日期时间有关的 我们都是通过整形 来保存我们的时间戳 方便计算 在开发中 我们都是这样来做的 用整形 保存时间戳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会带着大家来测试一下这个year 因为这个year呢 如果你单纯保存年份的话 也比较好用 而且这样的大小比较小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mycircle中 支持的这几类类型 第五个呢 还有一个二进制类型 它主要是保存我们二进制数据的 像我们的这个视频格式啊 包括我们图片的 格式啊 这样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也用的比较少 一般呢 我们都是保存这个 像图片的路径呀 视频的路径呀 你放到哪儿 保存这样的形式 好 那主要重点就是前四种 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 那如何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呢 这一点大家也需要知道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我们刚才这个表为例 就统计我们学员这个用户表 你可以想一下 给每一种 知道了有那么多类型 给每一种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 假如说统计我们mys网的 这个用户学员量 那可能好多 可能我们用户量已经好几十万了 对吧 那现在假如说学这门课程的人 在几万 那这时候你选择的数据类型 一定要给这个字段 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一定要保存的下 那现在你知道用整数 那用多大的整数呢 你说用120 0到255 那可能就不够存 那现在我就可以选用哪一个 对 是不是可以选用我们的 small nt呀 对吧 0到6万多 如果你发现不够的话 你可以选用madum nt 也可以0到这么多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选用 假如说选用madum nt 那接着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编号是不是没有复数啊 对吧 你可以先写上一个 无复数 无符号的也行 那接着姓名 那现在你不能固定 我们每个学员的姓名 都是一样的吧 首先字符串确定了 但是应该选用 变长字符串 选用VX 那长度在多少呢 假如说一般中国人加外国人 这个长度20个字符也够了 你可以选用一个20 那接着再往下 像年龄 那一般我们人活的岁数呢 肯定都是整数 对吧 那接着你选用年龄的时候 肯定是从0开始 到多大呢 一般150岁是不是也够活了 那应该选用我们的 最小的整形就够 tiny nt 那接着再看性别 那性别这儿呢 是不是可以知道 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要么是保密 那你可以选用 我们的每一举类型 一number可以列举出来的 像男 女 保密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电话 那电话呢 当然你可以选用 字符串来存 那接着 涉及到我们这个 优化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合适的 你可以用整形来存 因为占用的大小小 可以用整形 那电话号肯定也没有复数 无复数 无符号的 再往下地址 那地址这儿呢 字符串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不一定都在北京 我可能在 这个成都 成都的某一个地方 或者重庆的某一个地方 某个街 我写得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用 变长字符串 那变长字符串中的 括号呢 是不是代表存储的长度 假如说很长的话 一般200个字符也够了 接着再往下 邮箱 那邮箱呢 每个人邮箱肯定也不一样 肯定也是选用 变长字符串 没差 50 那薪水这儿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薪水 现在大家处于 假如刚工作 薪水不是很高 用福点数没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选用float 那总共多少位呢 假如说总共咱们可以赚到 六位数 就是上万的 那接着保留小数点后几位呢 后两位 那整数位是不是就六位数啊 六位数是上十万的了都 那应该够了 我们说的是月薪 对吧 选用福点数 这个倒无所谓 那是否结婚呢 我们说了 MySirco中没有布尔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tiny anti 括号1 代表我们的布尔类型 这个呢 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来给大家说 0认为是假 非0认为是真 那现在 你看到 我们就给这个 数据表 给这个字段 选择了合适的数据类型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们刚刚完成 创建数据表的第一步 下来之后 大家把相应的这些数据类型 在脑袋中稍微过一下 之后呢 我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些测试 好 那这个如何选择合适数据类型呢 也是等我们测试完之后 再带着大家来看这一块 就可以了 这节课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数据类型 好 这节课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